因為你們現在如果民調都是希望韓本來回答說 回憶只是潘英文的話 那你們剛剛又說內部差距不大是邁向政訊 想問說你們不用民調方式用什麼來評估你們的選擇 你覺得內部差距不大 因為其實這是國民黨中央 我不知道任何久以前的這個民調 可能還要再斟酌一下 那這個主要是說 我即使是在上次所謂奉寬之前 我們的民調本來就差距一直都是不大的 但現在這個差距比較是用一些政策的思考的角度 去做的民調調查 所以我相信這個差距是不大 而所謂的調查 我比較相信它是他們自己在內部評估 包括跟地方派系經營的結果 那麼以及他們跑地方的經驗法則的判斷 倒不一定是從這個後來新的數據裡面做判斷 現在民調的差距是越來越大 那可能會比較難去帶動地方立委的選情 尤其是有媒體披露說 現在台北市有多個選區的立委 其實都是陷入激戰的 會不會相信這個民調差距越來越大 比較難去拉抬地方的聲勢 地方的聲勢從來不是用民調來依賴它而委生的 基本上民調現在差距越來越大 我剛剛說過了是一其中的事情 因為民調可能造成的誤差 甚至作假的可能性太高 那麼以至於現在支持韓國瑜的選民 已經不直接正式地去面對這些民調調查了 所以這個調查跟這個地方的選情 我相信並不是必須要多多來看待的 所以在這選情的部分 我們看到整個隊伍重新整軍之後 我相信整個競選團隊 會全力地在把各地的輪流在全國好多的方式 把各地的這個支持度還有人氣 還有選情的熱度給拉回來 民調的部分因為它雖然說現在民調越差越多 不過它有一個部分也是越來越高 就是這個不表態率 你們自己內部是怎麼評估這件事情 那另外有剛剛講的就是說 在用政策來評估你們是怎麼來評估 不表態率當然從一開始我們又發現到了 隱信選民增加的情況 尤其是在支持韓市長的部分 這個隱信選民的比例其實在我們自己所接觸的民眾 是實際的結束裡面是非常高的 那麼我也相信這個不表態的選民裡面 也包含了很多未決定的選民 他們也許看到一些新的現象新的發展 所以我們看其地就要爭取這些不表態的選民裡面 他們只能夠看到我們的政策跟我們的希望 那麼把我們的論述給說清楚 當然要檢視現在現有的政府 它的市政上面到底不符合民眾的期待 這個是一點 同時也要把我們的政策的方向給做出來 所以接下來一段時間可以看到 我們會把陸陸續續分開來 把我們不管是經濟 能源 教育 各方的政策用什麼方式 讓大家能夠有機會 更簡單的明瞭的方式讓大家了解 那至於民調出資 其實內部的同黨和黨總法 就持續會有不同的民調的方式 只是現在會針對一些議題 比方說今天我們講空屋 我們接下來的議題可能就會針對空屋的議題 對於目前市政的滿意度 還有國民黨有提出來的政見的滿意度 大家的反應如何 可能是這樣的角度來去推估 可能會造成我們的這個政策的支持度 那道遠是針對單一候選人這樣子影響的評估 我們希望的是在我們的議題的政策裡頭 能夠了解民眾的需要 那麼民眾的反應是正式負 更幫助我們接下來如果要推我們政策的時候的推動 我們要請您提供的議題 我們可以來的評估 如果您的評估 請問您請問您 請問您